在织物的左下角,三个辫子针的旁边穿入钩针 钩针挂线,起立一个辫子针 接着呢,在每一个针目的外半针开始钩短针 两个花片的连接处呢,勾三个短针 在拐角处呢,我们先在第一个辫子针上勾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辫子针上勾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正常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也是正常勾短针 来到了第一圈的结尾处 第一圈,引拔 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呢,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就不用挑外半针了 直接正常勾短针 拐角处呢,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勾两个短针加针 这是一个短针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加针 所谓短针加针呢,就是在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所以拐角处呢,是这样的 比较平整,没有蹊跷 上方正中间呢,需要勾一个扣眼 勾15个辫子针 15个辫子针勾好之后呢,返回到同一个针目 继续勾短针 第二圈勾完了以后呢,就 洗了一个辫子针之后呢,处理一下线头 之前的这些线头呢,都可以修剪干净了 好,另外一片呢,也勾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把这两片合并 在同一个位置穿入勾针 勾针挂线 挤了一个辫子针之后呢 用这个引拔针来连接这两个织片 连接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三个边都连接好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有一定厚度的比较平整的这种效果 接下来勾挂绳 勾锁针 我勾了90针的锁针 90个锁针完成之后呢 倒过来,开始勾引拔针 每一个锁针上勾一个引拔针 最后再在包身上做一个引拔针 加固一下 好,这样呢就可以断线了 接下来呢是隐藏和固定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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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用针线缝和钮扣和锁针 接下来呢是隐藏和固定线头 接下来呢是陈丹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样呢 我们的卡包就完成了